脸书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重要资讯的来源 也是分享生活的平台 但脸书周五 证实骇客入侵 约5000万用户 各资可能外泄 Facebook profile 包括区别人的信息 可以跟随约的观众 甚至是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生日期 他们都会随着 脸书的工程师 周二发现骇客入侵 周四紧急完成修补 骇客入侵的是脸书的检视角度 隐私权功能 可以取得用户资料 了解用户的动态内容 受影响的5000万个账号 将进行重设 也额外重设4000万个账号 确保各资安全 大约有9000万用户 需要重新登入 近年来 骇客侵入频繁 各自外泄 慢慢拉远 与用户之间的信任 脸书表示 持续研发新的工具 来防止骇客入侵 大爱新闻张曲编译